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规定5月11号的时候失效 掀起了一波非法移民潮 其中有不少中国人 他们很多是因为不满政治高压 宗教迫害或者是面临经济困境 冒险偷渡美国寻求庇护 引发了国际媒体的关注报道 这也令中国当局脸上无光 报道表示 中国驻洛杉矶的总领事馆的官网 在当地时间的6月9号的晚上 发布了关于通过非正常途径来美中国公民补办护照的提醒 提醒表示 近期有中国公民透过非正常途径入境美国 遗失个人护照 其中不少人因为没有有效的身份证件 没有在美国合法的身份 没有经济收入 在当地生活困难 或者是来美之后实际情况远低于预期 迫于无奈选择回国 向总领馆申办护照旅行证 报道表示 中国驻洛杉矶的总领事馆提醒中国公民 应持有效的中国护照 美国签证透过合法途径来美 确保来美目的与所持护照的种类一致 避免发生入境受阻等性问题 另外提醒还表示 如果护照遗失应该及时的报警 并且向总领馆申请补发 临时来美的中国公民 如果护照遗失被盗墙损毁过期 但又急于回国 可以申请办理旅行证 报道表示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 自2022年10月份起的6个月 已经有超过6500名中国公民 在美墨边境被捕 创有记录以来的最高 比一年前的同期暴增了预15倍 也是这段时期非法移民当中 增长最快的族群 中国当局迄今没有对大批的公民 偷渡美国表态 而根据路透社报道表示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仅在一封回复查询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 中国政府反对非法移民 还表示这是一个需要各国合作的国际问题 好 再来看一下 鼠头重创党形象 江西官方重拳彻查 来自台湾问题中央社的报道说 江西的一所学院的学生 在校内的食堂里面 吃到了一次老鼠脑袋的食安事件 因为当地的官方一口咬定是压脖子 近日在中国掀起了一面倒的直属为压的批评浪潮 事件重创了官方的微信之后 江西省政府在6月10号的时候 宣布成立联合调查组 根据中国大陆媒体的报道说 6月1号的时候 江西的一所高校的饭食当中 一次吃出了老鼠脑袋的短视频 在网络当中热传 影片清晰可见 饭菜里面的一块黑色的异物 看起来非常的像老鼠的脑袋 不但有眼睛胡须 还有镊齿类动物的全齿 6月3号的时候 江西的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在其官方微博当中通报说 当时的学生在事发的当时 即邀请同学共同对义务进行对比 确认为压脖子为正常的食物 并且表示该生已经现场做出了书面说明 对影片内容进行了澄清 校方发文之后 被曝光该校的新媒体中心的主任 在学生的群组里面 要求学生按照已经拟好的话语范本 去新闻评论区留言 积极点赞对学校有利的评论 而6月4号的时候 南昌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表示 6月1号当天 该市的高新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 已经派人去核实 拿去专门的检测部门进行送检 有时候看东西形状很像 但是经过工作人员的核实 确实是压脖子 学生改口称不是老鼠脑袋 官方接着认证是压脖子 但是没有拿出更为具体的证明 事件不但没有平息 反而在中国引起了更大的舆论的风暴 网友一面倒的质疑 古有指路为马 今有直属为压 多家中国媒体相继发文批评 到底是鼠还是鸭 不该这么难查 掌牙的鸭脖令人如梗在喉 质疑鼠头还是鸭脖 怎么成了罗生门 呼吁当地的官方 别让自说自话的死结越扯越紧 另外 中共的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辑胡锡进也强调 如果南昌市的市监局的鉴定准确无误 他们对此充满确信 有必要对该义务进行更为清晰的拍摄 将影片放到互联网上 因为原影片确实太像老鼠了 市监局提供的文字和口头的说法 难以消除原来的影片造成的强烈的印象 公布更为充实的影像证据是很有必要的 能够产生关键的说服力 否则的话 网上的怀疑就有其延续的舆论逻辑 但是面对舆论排山倒海而来的质疑 当地的官方仍然没有提出更为具体的事实 来堵住悠悠众口 报道表示 江西的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也爆出了此前 另外一个校区的食堂里面 被老鼠入侵的食安问题 网络影片显示 该校学生在鼠头压脖的事件之后 不敢去餐厅吃饭 校门口中午的时候涌现了外卖人潮 直属维押舆论风波重创了当地官方的微信 江西工职院610品安全事件联合调查组 在6月10号的时候通报说 针对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食安问题 江西省已经成立了由省教育厅 省公安厅 省国资委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等一些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 下一步联合调查组将及时的向社会公布 有关的调查处理情况 报道表示 江西旧压伯事件成立联合调查组立即越为了中国微博热搜榜的冠军 多数的网友表示终于等到了 盼望官方能够给出事实求是的调查结果 但是也有不少的网友质疑 真相恐难大白 表示10天了 老鼠头七都过了 好 再来看一下中国的装甲车京线车臣 重武军援俄国吗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中国车臣的总统迪卡罗夫本周将中国制造的装甲车的影片上传到了网络 引发了中国装备恐用于支持俄罗斯军事行动的疑虑 华尔街日报在6月10号的时候报道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盟友迪卡罗夫的加密通讯软件 Telegring的账号在6月7号的时候出现了一支上传的影片 影片当中可以看到没有武器的八辆装甲运兵车 卡罗夫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当中为俄罗斯提供兵员和装备 不过这些中国装甲车的用途仍然无法确认 报道表示 这些虎式装甲运兵车看起来是设计用于有限军事作战和警方镇报行动的多用途的功能 车顶可以安装武器 由中国的北方军事合约商陕西宝基专用汽车厂制造 中国的装甲车献松车臣的影片也引发了其他的疑虑 包括卡提罗夫上传影片的意图 报道说 陕西宝基专用汽车厂没有回应电邮提问 中国外交部则表示 不清楚此事 并且强调中方遵守其不拱火不交由的政策 而克里姆林宫在6月10号的时候 也没有立即的答复置评的请求 分析家认为 相较于战车 这种轻型装甲车 更类似于汉马车 再加上其来源和各方正紧盯着中国在这场俄乌战争当中的立场 如果他出现在乌克兰 其象征意义可能高于军事价值 华尔街日报无法确认 他们于何时及如何进入车尘 以及用途为何 而北京反对西方致力于孤立俄罗斯 还以出口更多的汽车等些方式 加强对莫斯科的贸易关系 并且呼应俄方若干的战时宣传 不过中国没有在乌克兰战争期间 对俄罗斯进行武装 而是摆出区域和事佬的姿态 卡蒂罗夫影片当中出现中国装备 在军事圈里面引发了关注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武器转移计划 资深研究员魏士曼表示 绝对是毋庸置疑 那是中国制的虎式装甲车 这是毫无疑问的 而且他们肯定是到了车尘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表示 装甲车是去年中国第二大出口军品 出口金额为3亿9200万美元 仅次于飞机的7亿300万美元 数据显示 中国对诸多国家出口虎式装甲车 从阿富汗柬埔寨到巴哈马 坦桑尼亚等等 好 再来看一下全球顶尖高中榜 中国排第三 近90%的富家子女 升学欧美 来自香港媒体报道说 胡润百富旗下的国际教育平台 胡润百学 在6月10号的时候 首次公布了全球高中排行榜 入榜的168所中学当中 美国和英国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二 中国内地加香港 一共有14所学校上了榜 占到了榜单的8% 位居全球第三 上榜的高校当中 上海占到了6所 香港3所 深圳 广州 北京 苏州和佛山各一所 香港的汉基国际学校 排中国高校第一 香港国际学校排第五 香港的红利书院则排在第12名 据了解2023汇丰 胡润百学全球高中排行榜 列出了全球顶尖的非公立高中 根据毕业生的去向课外活动 还有学校的声誉进行排名 该榜单只包含了拥有实体学校的非公立学校 上榜学校一共有17万名学生 每年有2.4万名的毕业生 平均每所学校有990名学生 其中33%是寄宿生 140名的学生在毕业班 上榜的学校平均有159年的历史 报道指出中国上榜的14所学校当中 成立时间最早的 是上海美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成立于1912年 另外8所学校为2000年之后成立的 该14所学校当中每年约有150名的学生 进入了牛津剑桥 哈佛 耶鲁普林斯顿等些世界名校 从城市的分布来看 伦敦和纽约分别以26所和24所学校领先 其次是波士顿 华盛顿特区 洛杉矶和旧金山 上海排在了牛津的前面 位居全球第七 是上榜学校最多的中国城市 香港次之 而胡润百学的董事长兼首席调研官胡润表示 这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排名 他说希望他能够为三方面的人群提供参考 第一是在寻找最合适自己的孩子学校的家长们 第二是希望在最好的学校工作的老师 第三是希望更多的了解他们的申请人 来自哪里的大学招生官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显示 中国印度是出口留学高中生的最大来源国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的报告显示 这些高中毕业生当中有150万人出国读本科 其中70%的人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学习 胡润同样也指出 中国和印度是出国留学的高中生的最大来源国 其次是韩国和德国 他说超过八成的中国高净制人群的子女 有留学的规划 出国留学的平均年龄为17岁 英国仍然是最受青睐的留学目的地 美国第二 加拿大和新加坡正在上升 分别排在了第三和第四名 从希望子女就读专业来看 商科居榜首 其次是设计 胡润表示榜单上的中国学校平均成立才30年 短时间之内 中国的世界级高中已经比后面9个国家加起来还要多 而且与美国和英国的差距没有特别的明显 胡润指出 虽然中国国际学校这几年面临政策环境变化的挑战 但是最近20年这些学校的变化和进步非常大 主要原因首先是人才 即生源和质量很高 他也表示这与中国经济的稳健发展是离不开的 好 再来看一下美国再近两中企的产品 来自青岛日报的西西表示 美国政府在联邦公报发表声明 只从当地时间的6月9号起 禁止从中国打印机制造商纳斯达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设在珠海的八家子公司进口产品 同时也将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列入了禁止入口产品企业名单 理由是有关的企业在中国侵犯人权 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另外一份声明当中也指出 华府致力于取消美国供应链当中的强迫劳工 在促进贸易和加强美国经济同时 也会坚持这样的做法 强调不容忍侵犯人权 由于纳斯达以及新疆的中泰化学 参与了针对维吾尔族 及其他受迫害群体的商业行为 因此被排除在美国的供应链之外 美国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 于2021年12月23号 由总统拜登签署之后 在6月21号正式生效 禁止涉及新疆强迫劳动的产品进入美国 至今已经由32间企业被列入了黑名单 好 再来看一下梅西入境中国被滞留机场 6个小时因为签证不对 来自法国的信息表示 在中国享有极高人气的足球明星 梅西在6月10号的时候乘坐私人飞机抵达了北京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表示 他受到了狂热的欢迎 而根据亚洲金融推特表示 梅西因为签证的问题被堵在了北京机场超过6个小时 法新社在6月10号的时候报道表示 数以百计的球迷身着阿根廷10号的蓝白条的球衣 在北京机场高呼着梅西梅西等待他们的偶像降临 另外有数以百计的球迷等在了北京的亮马河附近 梅西将下榻的酒店外面 当看到他们认为梅西搭乘的巴士的时候 这些起初平静拘谨的球迷突然发出了喊声 梅西定于6月15号在翻修一新可以容纳68000人的北京工人体育场 参加一场阿根廷对澳大利亚的足球友谊赛 然后他将前往雅加达 参加6月19号阿根廷对阵印度尼西亚的友谊赛 根据亚洲金融的推特表示 足球巨星梅西被堵在了北京机场 因为没有办理合适的签证 6个小时过去梅西还在公务机楼里面徘徊 报道说梅西带的是西班牙的护照 而没有带阿根廷的护照 可是中国的主办方只提前办了梅西阿根廷的签证 发信社的报道表示 在6月10号的中午时分 梅西抵达的消息成为了中国微博最热的话题 在评论区的大合唱当中 一位用户写道他绝对想看到梅西 而另外一个人表示 他还在感受阿根廷赢得世界杯那一刻的激情 另外根据中国媒体报道说 这是梅西第七次中国之旅 上一次是在2017年 这场比赛将标志着国际足球 在经历了三年的疫情之后重返中国 而之前的限制使得中国的体育场空无一人 并且导致了一系列的体育赛事的取消 在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的16强比赛当中 阿根廷队曾经以2比1击败了澳大利亚队 而这一次在北京公体的比赛 将是澳大利亚队寻求翻身的机会 梅西已经选择离开巴黎圣日尔曼队 转向了美国的足球职业联赛 曼阿密国际队来效力 好 再来看一下美日飞联合军演 中国暴跳拖走那条破船 来自台湾媒体的报道表示 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近期公告 菲律宾同美国日本 在巴丹省的马利维莱斯港口附近海域 进行为期一个星期的联合军演 对此中国媒体在6月10号的时候暴跳喊话 说要拖走菲律宾位于仁爱礁的马德雷山号 根据中国媒体敏锐观察报道说 美国菲律宾韩警卫队这一次举行联合演习的地点 是巴丹半岛附近的海域 而菲律宾的发言人巴里洛表示 本次军演是美日提出的建议 美日飞一共出动了400名的士兵参加演习 他还强调澳大利亚将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参演 早些时候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克斯下令 在南沙设立浮标 迎接到中方强势反击之后 菲律宾引入了美日力量 以便在南海对抗中国 对此敏锐观察怒称 菲律宾的马德雷山号在仁爱礁坐了20多年 之前中国出于大局考虑 只是呼吁舰队离开 静静的等待他离去 而现在中国能以菲律宾在南海演习的契机 拖走马德雷山号 而中国媒体敏锐观察还表示 既然菲律宾选择加大在南海的挑衅活动 那么中国有充分的理由就把握这个机会 报道表示 中国当局之前授权海警 可以在南海抓捕外国人 也曾要求菲律宾自行 将马德雷山号从仁爱礁附近拖走 否则将进行处理 中国并表示 从6月15号开始 就会开始采取行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段的热点背景 来看一下内容提要 严防反习大串联 北京出新规 使用AirDrop以及蓝牙都要实名制 香港监狱惊爆24小时洗脑 强逼政治犯公开忏悔 效忠党 中国作家张怡和突遭边控 脸书发文沦为国家囚徒 北京11月份的时候 将举办首届国际练博会 防堵脱钩锻炼 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中国扩大审查 打算针对AirDrop以及蓝牙等一些 档案分享服务进行限制 而新的规定将要求行动装置用户 要实名登记之后 才可以使用共享资料服务 来自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道说 针对新的规定 中国国家网信办在6号的时候 发布了为期一个月的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而新的规定并且要求服务提供者 尤其应当防范和抵制传播不良信息 报道表示 社员人士担心此举将会进一步的妨碍 他们动员民众或是分享资讯的功能 报道表示 在中国所谓的防火长城打造出最严厉的网络控制机制之一 蓝牙还有AirDrop等一些类似的档案分享服务 因而成为了至关重要的工具 近年以来 反政府抗议人士经常用AirDrop功能 进行组织和传达政治诉求 例如去年10月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等待取得史无前例的第三个任期之际 一些社员人士就在上海地铁 用AirDrop散布反习的海报档 AirDrop尤其受到了社员人士的欢迎 因为他靠蓝牙链接近距离的装置 可以向陌生人传递资讯 而不会暴露个资 也不必透过能够进行监控的集中式的网络 报道表示 习近平取得第三个任期之后 苹果公司就对中国推出了新版的AirDrop 以及iPhone和其他的苹果装置的中国用户 使用AirDrop接收档案的时候 如果对方不在联络人的名单当中 就只有十分钟可以接收档案 苹果没有解释 为什么先在中国推出这项新的功能 但是苹果多年以来一直IP讨好北京 报道表示 中国网信办的新规草案 要求使用者防范和降低制作复制 发布不良讯息 接收到违法和不良讯息者不得转发 有权向网信等些有关的主管部门来投诉和举报 而新规草案指出服务提供者在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 应当要求使用者提供真实的身份信息 并且预设为关闭接收状态 新规并且要求服务提供者设置自动关闭接收数据的功能 如果用户接收数据的时间太长 就应该自动的关闭接收 现居荷兰的中国异议人士林生亮表示 中国当局急于堵住网络上的漏洞 以压制反对的声音 他预计中国还会推出更多的这一类的法规 林生亮表示 这意味着中国正走向1984 他指的就是已故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所写的 反极权主义的警示名著1984 好 再来看一下香港监狱惊爆24小时洗脑 逼迫抗争者效忠党国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今年6月份是香港反送中运动四周年 华盛顿邮报披露说 因参与反送中而在求的21岁以下的人士 在狱中接受压制激进政治思想的去基化的教育过程 包括要对以往的抗争行动公开忏悔 报道说香港成教署2022年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 因应2019年的黑豹事件 大量涉及严重罪行及思想激进的违法者 被关押或定罪 成教署表示 为协助他们摆脱激进思想及行为 会以不同的激进思想特征对他们进行评估 并提供去基化更生项目 包括认知中国历史和国民教育 心理以及价值观重整等等 华盛顿邮报在6月8号的时候 以香港监狱迫使年轻抗争者效忠中国为题 报道指出 指香港成教署的资料 截至到今年的4月30号 有871名年轻犯人参与去基化的项目 当中70%与反送中运动有关 最年轻的只有14岁 成教署拒绝就去基化项目提供具体的内容 华盛顿邮报分别访问了3名以及10名 已经完成服刑的成年以及少年囚犯 他们入狱与反送中运动有关以及两名前成教署的职员 报道表示根据前成教署的职员表示 去基化项目的目的是令囚犯觉得无助 阻止最年轻的囚犯日后参与抗争 甚至阻止他们在香港看到未来 该职员表示获得明确的指示是要令囚犯完成服刑之后参与政治活动的欲望越来越少 他也表示他们反而想设法离开香港 少年犯Liu表示真正慢慢的削弱 你斗争意志的是每天在监狱里面的生活被针对被压迫被沉没 Liu表示这是24小时洗脑 其中一项去基化项目是提升少年囚犯的国民身份认同 Liu表示讲课的时候有摄影师在场 房间里面装有专门拍摄囚犯的摄影机 在成教署发布的宣传影片当中 他说你可以看到我们像木头一样的坐在那里 而另外一名少年囚犯Main则表示 2019年7月份一次抗争当中用雨伞打灵民警察 并且从喷胡椒喷雾的警察中协助另外一名抗争者逃走 Main其后被法院判入少年成教所欲两年 Main表示每天要接受中式的步操训练 不可以再用英文sir来称呼掌官 要改用中文 报道指出成教署设立青少年研习所 是透过亲社会导向的心理治疗 强化少年囚犯调节情绪的能力 少年囚犯可以邀请家长参与一些活动 其中一项活动是囚犯写盗窃信给家庭或者国家 并且要在成教署职员家长或其他的囚犯面前大声的读出来 报道引述了一名前成教署的心理学家表示 因为政治犯增加及受到成教署的压力 心理治疗的环节变成了忏悔 囚犯要对以往的政治行为感到悔恨 以及承认以前的想法很极端 报道又指出囚犯要观看被指为中国大外宣电影 长津湖战役 部分囚犯在几周之内观看这部电影数次 并且要填表写出最喜欢的角色是谁 报道引述前成教署的职员的话表示 香港当局要求监狱职员以及治疗师等重点监视政治犯 以及与警方分享相关的资料 每天早上职员要提交因违反国安法 或参与反送中运动被捕的知名犯人的每一天的活动报告 还表示这些报告以前是没有的 报道表示受访的少年囚犯当中出了一人 其他人都表示没有后悔参与反送中运动 其中一人表示我很固执 你说的话不会影响我 但表面上我会装作 我认同你免得有麻烦 报道表示香港迄今与反送中运动有关而被捕的 已经超过了一万人 当中有三分之一被检控 其中250人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 好再来看一下中国作家张怡和突遭边控 脸书发文沦为国家囚徒 来自香港媒体报道说 今年是中共的反右运动爆发66周年 大右派张伯俊的女儿中国作家张怡和 6月8号的时候在脸书当中发文表示 自己被禁止出境 他写道从昨天开始宣布为国家囚徒 不得跨出国门一步 根据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张怡和原定在7月2号的时候出国 但是却提前接到了通知 称他不能够出境 据了解张怡和上一次出境 是2019年7月份到香港参加书展活动 他6月8号的时候已经确定 2023年无法再参加香港书展 报道指出张怡和原本已在下个月的时候 和姐姐女儿女婿赴瑞典探访表弟 短暂的逗留两周 此前已经办妥了签证 往返的机票也买好了 6月7号的时候 他参加退休前所在的单位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活动 中国艺术研究院和文化部的高层领导 特别赞举张怡和对图书馆博物馆捐赠物品 还发给他的奖状 他表示两个小时的闲谈完之后 轻描淡写的对他说 您不能出境了 报道指出张怡和当下没有问什么 因为这是结论性的话语 官方的话可以没有解释 张一和认为负责出入境管理的公安部 可能觉得自己直接出面不好 便让文化部的官员趁活动便传达了有关于限制出境的决定 张一和对此表示愤怒和无奈 他估计是和6月份有关 近期不止他被边控了 上个月的时候也传出来 清华大学退休教授郭余华娶到深圳前往香港时 被限制出境 另外他指出还有一名北大的学者的妻子要出国看孩子 在机场发现出不了国 对方也说不出理由 警表示按照手中的名单行事 张一和认为自己庆幸不是在机场才知道被边控 而是提前由人告知他 当局对他已经算客气了 张一和透露他周遭的友人都是做足了出境的准备 到了出境大厅才发现走不了的例子 他表示那个震惊和愤怒可想而知 张一和认为他因此体会到名气非常重要 你有名气别人就对你客气 你知名有成就有人脉 别人就不大敢动你 惨就惨在小老百姓 根据媒体整理表示 现年80岁的张一和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 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 张一和曾经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因言获罪 坐牢十年之后获释 张一和上一次出境是2019年7月份到香港参加书展活动 他也确定2023年书展无法前往 张一和现在仍然比更不错 他透露自己正在写有关于张寒之的故事 张寒之是民国政治人物张立昭的养女 前中国外长乔冠华的第二任妻子 张一和表示自己会加倍的努力来写作 他表示我发现一个人的成就与知名度 乃至于出身在中国大陆来讲都是一种保护 报道表示1957年中共的反右运动55万多人被划为了右派 遭到了打压和迫害 其中张伯军是约55万名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之中 甚至被认定是头号大右派 张伯军是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同盟 及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并且曾经身居要职 担任过中国的交通部长 中共的机关报光明日报的社长 张伯军凭借其身份地位所受到的冲击较低 报道表示张伯军的女儿张一和曾在受访时谈到了父亲的心路历程 他表示化幼之后他从一个忙碌的政治家变为了孤独的思想者 从此灵魂在自己的躯壳里面无法安放 以至于那副躯壳对于灵魂似乎都是异己的 2004年张一和曾经出版往事并不如烟 最后的贵族回忆被打为右派的父辈的故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好再来看一下北京宣布11月份的时候要办首届练博会 来看一下香港媒体的报道表示 中国国务院的新闻办公室在6月9号的时候举行了记者会 在会上宣布首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练博会 将于11月28号至12月2号在北京举行 并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办 冒粗会表示中国企业是全球供应链当中最具活力的造血细胞 中国工商界始终是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重要力量 还表示他们要保证供应链的畅通 坚决反对所谓的脱钩锻炼的行为 报道指出中国冒粗会的会长任洪斌在记者会上表示 练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展会 主题是链接全球共创未来 预计设置五大链条和一个展区 包含了智能汽车链 绿色农业链 清洁能源链 数字科技链 健康生活链 以及现代物流等供应链服务展示区 展会将完整的呈现各产供链的上中下游 以其成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窗口 推动高水平开放的新平台 任洪斌并且还透露说当前许多的参展签约企业 都是央企国企与世界五百强的大企业 任洪斌还指出当前供应链是世界经济的热词和关键词 链博会以链为名 有助凝聚更多开放共识 推动各国共同克服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同时以链为美 通过展览论坛研讨等多种方式 携手成链聚沙成塔 找到供应链上下游的合作伙伴 有助于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报道表示 中国的冒粗会的副会长于建龙则表示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全部工业部门的国家 是全球制造和供应链的重要中心 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货物贸易额已经位居世界第一 强调中国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的建设者 贡献者 也是维护者和捍卫者 他表示 中国企业是全球供应链当中最具活力的造学细胞 中国工商界始终是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重要力量 还表示要保证供应链畅通 坚决反对所谓的脱钩锻链的行为 报道指出 有中国内地的媒体现场提问 北京举办链博会与西方些国家煽动脱钩锻链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企业在维护国际供应链面临哪些风险和挑战 于建龙回答表示 国际供应链好比是人体当中的血液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对于保持全球经济发展的生机活力具有重大意义 他还亦有所指的表示 无论是脱钩锻链还是筑墙涉垒 都将严重的破坏市场规则和国际经贸秩序 也将侵蚀全球高效合作根基 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他也表示 这种做法是违背经济客观规律的损人不利己 对于世界经济复苏百害而无一利 报道表示 根据中国冒错会今年第一季度 对600多家的在华外资企业的调研显示 受访企业对多项指标的满意度都在80%以上 有97%的外企对去年第四季度以来 中国政府发布的外资政策评价为满意以上 还说整体在华外企对中国内地的营商环境是满意的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市的报道说 现任的中共政治局的常委当中排名第五的蔡奇 一个人身兼多职负责国安思想和宣传工作 并且担负辅佐总书记习近平的任务 国际媒体分析说 没有潜力的用人方式 反而凸显了习近平一人独揽大权的事实 报道说蔡奇在今年的中共二十大之后 成为了中共政治局的常委排名第五 并且担任了中央书记处的书记 此外他还担任了中央办公厅主任 同时兼任中共总书记办公室主任 及多项职务于一身 令他的政治能见度大幅的提升 日经新闻在六月六号的时候 刊登了排名第五的蔡奇身兼多项要职 是习近平独强象征的报道指出 蔡奇至少身兼了党内的五个要职 如此没有潜力可循的用人方式 反而凸显了习近平权力集中 独揽大权 在政治局建立一墙体制 报道指出 在今年五月底 由习近平主持的中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当中 任命蔡奇担任其副主席 这项人事安排使得原本的两名副主席增加为三名 此外蔡奇于今年的三月份开始 几乎参与了习近平各项出国访问的行程 甚至负责警备相关的业务 同时也有一定的权限来处理习近平的日常业务与行程的管理 报道称中共的办公厅主任可以说是总书记的秘书 由政治局常委出任 实属罕见 在蔡奇以前担任此一职务的是现任的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丁薛祥 在政治局排名第六 习近平任命蔡奇担任此一职务 显然没有依照惯例 蔡奇也负责主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小组 在四月初的一场会议当中 蔡奇表示全党同志必须诚实地学习理解并实行 要教育并指导广大的党员干部 让他们能够理解 另外报道也提到蔡奇身兼多职的情形 令他身上的责任比政治局排名第二的中国国务院的总理李强还多 一名熟悉中日外交的人士形容蔡奇的高度忠诚赢得了习近平的信任 报道表示蔡奇对习近平的忠诚在其仕途当中可见不少端倪 其中2017年在北京市委书记任内发起了为期40天 名为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 在冬天驱赶住户破坏栖身之所 大动作清除北京的低端人口 引发争议招致不少舆论的批评 然而蔡奇的仕途并没有受到影响 一般认为这个政策是在执行习近平的意志 而另外一个方面蔡奇在任内将北京的大量的政府机关学校 牵制了通州 并且以此发展通州复都心的规划 同样为他在习近平面前加分不少 另外报道也提到北京在疫情之下成功举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 令习近平对蔡奇的评价大幅增加 虽然蔡奇看似获得了习近平的信任与提拔 然而在学者的眼中 习近平这样的决策也有其政治上的目的性 熟悉中国政治的早稻田大学的教授青山刘淼表示 蔡奇成为习近平与中共党组织之间的联系管道 令习近平能够借由党组织展现自身的意志 青山刘淼表示 而且蔡奇被指派为这样的角色的一大原因 是因为已经67岁了无法成为接班人 因此习近平较为安心 报道也强调即便蔡奇深获习近平的信任 然而并没有多少人认为蔡奇拥有实质的权力 实际上除了习近平之外的其他六个政治局的常委 几乎没有参与重要决策事务的空间 习近平独自站在了权力的顶点 并且瓦解了邓小平建立的集体领导制度 一名中日外交相关人士形容中国目前的领导层 是一个强人与六个不知议题的下属 虽然蔡奇现在是个宠儿 然而很难想象今后能够持续的握有实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